李渊 咱们谈谈吧 你这是非法禁锢 公开耍联盟 反正外面也下了暴雨 你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了 不如就此机会 我们好好谈一下 对了 我还没有正式地 向你做自我介绍 我姓牧 叫牧小七 外面的人喜欢叫我牧少 或者牧总 还用介绍吗 假星星 爸总指导手册 是你写的吧 是啊 怎么了 把电脑打开 我想看看这文章 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我不相信你有这么好的文笔 我告诉你 我的文笔可好着呢 我可是写过很多畅销小说的 追捧我的粉丝无数 还有啊 我给你看我最新写的这个文章 你看这个点击率一直在涨 还有很多人给我送花呢 删掉它 什么 我叫你删掉它 为什么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最近发生的倒霉事 和你小说里的一模一样 况且还在你小说写了之后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 你会觉得 是 我在故意坑你吧 做生意的人 都图个和气生财 你这样把人写碎了的文章 实在是太晦气了 要张旋 你做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 接受高等教育 享受社会资源 怎么能不相信科学 搞什么封建迷信呢 你怎么能相信 一本小说能改变什么命运 你也太荒谬了吧 我警告你 今天你必须删掉小说 而且以后 都不准再写任何小说 否则今天你不一定能走出这里 听懂了吗 李小姐 凭什么不让我离开 而且写小说是我的梦想 知不知道有多少粉丝 每天等着我更新 我又熬了多少大夜 吃了多少苦 你别把你的不如意 都赖在我的小说身上 想让我不写小说 没门 你干什么 你不要 李小姐 你 最近都不准离开这里 死变态 你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我知道啊 那你有能拿我怎么办 你把我文章都删了 你把我文章都删了 你是故意的 那不然嘞 你怎么这么没皮没脸 不择手段 你给我出去 给我出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李小姐 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沐小气 你个混蛋渣男 老娘写什么都应验是吧 好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把你写没 看看你还怎么瞧见我 你不是害怕我写你吗 我非有折腾你 你们要干吗 你把牧总藏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 你们干什么 牧总离奇失踪了 失踪了 关我什么事 难不成他会来我这儿 他要是赶来 我还不得弄死他 牧总最后一次出现 就是上次和你在一起 我有理由怀疑 牧总是被人陷害了 而你 就是那个遗犯 你有病吧 怎么可能是我呢 你这是胡乱猜测 再说了 上次是你们牧总 抓我囚禁我 还好我机智 跑了出来 我们现在就把你带回去 找不到牧总 你也别想走 你要干什么 让他 我老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